推展艺术融入课程与生活 让孩子能够发挥创意 融入美感教育 同德国小积极推展艺术融入课程与生活 从低年级学生的创意发想 表演艺术开始扎根 让中年级学生发展技能与生活运用 再让高年级学生 进阶规划装置艺术的展示 认识并实践公共艺术的蕴含与精神 这一次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特别以新苗着翠 愿景风华作为创作主题 体现同德国小实践美感教育20年 跟苗生殖未然成景 目前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中 国小国中高中都有设置美术班 民国99学年度起 因应艺术教育法改为艺术才能美术班 虽然同教美术班 但在教学内容与学生特质上 有很大的差异 国小阶段多半由父母代为报考 筛选进来的学生 都有一定程度的良好家庭照顾 这个时期小朋友的创作 以探索创意为主 美术班有专业的美术课程 从学生的综合活动课 弹性课及原本的美术课进行调整 并不会占用国音术等学科的教学时数 平时的作息也和一般普通班相同 让爱艺术的孩子有更好的视性发展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